下一次我在美国摆地摊教老美来玩这个套圈 很多人给我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告诉我中国传统的地摊套圈文化是什么样的 那今天呢我就打算把这个中国传统地摊文化改良一下 带到这个美国地摊市场 看看这次的效果会不会更好呢 这摆摊的时候我只用了这个圆柱的 这个锥子下面放了一些玩具啊和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圈圈呢都是这种小圈圈 很多人都说这个圈太小了 那今天呢我就换了一个大圈圈 很多人都提议我说把东西都露出来 这样呢就让大家想知道套什么 那我就把这个改良一下吧 把这个柱子和这些摆的东西呢都放一起 圈呢我也换成了两种 上次呢我是卖一块钱八个这种小圈 这次呢我卖一块钱五个圈 有大有小 这样配合一下是不是更好的 有一个小女孩想来尝试一下 我给你一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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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女孩套中了一个玩具 刚刚玩完又来个小男孩 我会给你准备准备准备 不准备准备 没有洗准备 这不准备 可以喝准备准备准备 我会给你准备准备准备 我们只要你准备准备 我们有个 consolation prize 这个小男孩一个都没套中 又来了两个大哥 他本来是买别的东西的 但是他看这个套圈蛮有意思的 而且一块钱六次 他果断就付钱开始玩了 现在人渐渐开始多起来了 很多人都在这看着 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们没有见过 然后这位大姐 他就帮忙销售宣传 他就帮忙销售宣传 我会给你 这个大小的 或者这里 你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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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给它给你 OK 你保持它 它是OK,我给它给你 看,这是1.50在店铺 那是OK 所以你做得好 你再做一多$? 你再做一多$? 你认识,你认识,你认识,那是$10 那是$1 那是$1 那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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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1 这两个的也是 玩了一次 就得了一个东西,但是他们还是想玩 来,Sunshine $2 你帮妈妈剪出去好不好 你还好 那是$10 哦,差不多 有些人放在车子里 好 我说 那是什么? 好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她很友善,我会说不 好 那是好 很好 好 好的 你什么要买? 你买吧 那是好 那是什么? 这就是 这就是衣服 好 好 这个大姐 太有销售能力了 每个客人 她看有小孩的 或者是贪玩的那种人 她就会给我推荐这个套圈圈 对 你想試一下嗎? 你先不要玩,先買一會後來 你做這個 你要試試? 對 一千塊 一千塊 好,對 哦,差不多了 你懂嗎? 好 我看你 你怎麼看? 好,對 你試試看 好 差不多 慢慢 我意思是少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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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可以得到 好 你可以得到 好 你可以得到 本来是没有套纵 就差一点点 我就给她一个吧 大姐说她可以把这个东西 放在游戏中 如果他们赢了就花一块钱 如果没中的话 那就白白的花了一块钱 看他们会不会同意呢 果然人都是有侥幸心理的 他们果断的 就去玩了 看看他们会不会种呢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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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他们父子俩一起上 因为他们想买这个 我们说可以叫他玩 玩中了就一块钱 哈哈 一块钱 一块钱 哦 现在快收他了 他们还在这玩 哦 差不多 我可以让你去吧 哦 哦 最后一块 干得来 这俩人都不想回家了 他们还在讨论到底要不要再玩一次呢 然后他们决定还是不玩了 决定花五块钱买我这个东西 毕竟他们花一块钱也套到了一个小玩具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亏的 快收摊了很多人都没玩够 然后就等到下次再玩吧 今天呢这个来玩的人还挺多了 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吧 有的人玩的不止一次还玩了两三次 刚才最后一个人他都没玩够 他总想挑战那个贵一点的那个东西 但是呢总是没挑战成功 不过我觉得像这样的小游戏还挺好的 大家就是花的钱也不多 然后还有娱乐性是 运气好还能得到一个小礼物 今天大概也赚了三四十美元吧 就这个小游戏 很多人都说我这个东西太low了 太便宜了不值钱 我觉得就一美元的东西 你能想让它有多高的价值啊 就是一个娱乐性的游戏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想看白天的什么东西呢 可以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啦 再见 再见 啊